新千里夜 每天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陶刀山 今天呢 咱们继续聊 中国四大古典美女 陈于洛宴 碧月修花的 碧月 山国的貂蝉 貂蝉拜月的故事 话说呢 一个清凉的夏夜 貂蝉睡不着觉 一个人跑到后院 奔香祷告 向天上的月亮许愿 想想看多么的明艳动人 这个时候一阵风吹来 天上的月亮 躲进了云尘 恰好被貂蝉的义父 我们的王司徒 王颖大人看到 第二天呢 他就去向人夸口 我的女儿多么貌美 有碧月之容 对吧 这就是陈于洛宴 碧月修花的碧月 貂蝉和另外三位古典美人 比较起来了 往往会被我们认为是虚构人物 在正史里面 几乎找不到 貂蝉这样一个人名 不过话又说回来呢 罗冠宗写的三国演绎 其实是在陈寿的三国志基础上 添油加醋 移花接木 这样子演绎而成的 其实从历史上 那些史书 古风捉影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些 貂蝉的原型的 这里我们分享两个 第一个是 董卓 神秘的四壁 三国志里面 陈寿写得非常清楚 的确是 吕布刺杀了董卓 的确是 与王司徒合谋 的确呢 吕布跟他的义父董卓之间 有一次小事件不愉快 董卓很生气 抓起一把手挤 就向吕布砸过去 给吕布躲开了 差点死掉 所以他很后怕 他的确跟董卓的一个 势必有失通 两个事件不知道 谁在前谁在后 是否有关联 总之呢 这样子就让吕布 非常不心安 所以才会有 跟王司徒一起合谋 来刺杀董卓 对吧 所以呢 是有这么一个神秘的四壁 不知道他的名字 具体的故事呢 也不知道 所以后人 根据民间传说 有这种宋朝的 画文 元代的杂具 在这一些里面呢 就取了一个名字叫 雕蝉 这个雕蝉 其实是来自 皇帝 天子 身边 敬成 他们戴的一种理官 所调呢 就是雕尾 插在帽子上面 外揉 内肛 代表着呢 你得多给正 提意见 但是不要把正 给惹毛了 帽子的额头 这个地方 镶了一个金蝉 金子做的蝉 的形状 意思是说 你位高权重 但是呢 要像蝉一样 在树上那么高呢 但是品性高洁 只是引用一些露水啊 不要贪得无业 这么一个意思 都是天子皇帝赏赐给 像这一些什么 善其常侍啊 侍中啊 尚书令啊 这一些亲信 宠信大臣的 很显赫的 那么在这些宋元画本 元代杂句里面 他们就演绎 雕蝉 是 汉林帝的时候 后宫中的一个 小女官 就是管 这些显赫大臣 竟是他们的雕蝉官的 所以大家就直接叫他雕蝉 然后汉林帝刚一驾崩呢 因为宦官集团 石长氏 和这个汉林帝的皇后 和皇后 他的哥哥 大将军何晋 这样子外戚集团 对吧 之间火并 互相残杀 同归于郡 这样子搞得宫中大乱 说那一些 部将兵马冲到后宫里面 只要看到 没有胡须的男丁 直接就杀掉 对吧 要剪除掉所有的宦官 然后你想 那些如狼是火 怎么可以放过 还有那么多宫女呢 宫女就到处逃窜 刁蝉那个时候 还很年幼 就得到了王师徒王颖的保护 就对他有救命之恩 带到府上 把他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又教他 琴棋书画 能歌善我 几年后 就二八年华 十六岁 出落为一个亭亭玉逆 美艳动人的少女 也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呢 天下已经是掌握在 董卓手中了 对吧 董卓是什么进京呢 他就是在和静 产出宦官之前 他想招董卓进京 对吧 然后胁迫这些宦官 胁迫这个太后 没想到 董卓还没有过来 只是官望 他们就已经同归于尽了 所以董卓愚拥得利 进入京城洛阳 然后收编了中央军 然后又送了刺图马 给吕博丁元的义子 吕博 把他给撤反了 杀掉这个义父丁元 投靠了自己 可以混得更好 高官后落 所以他又认董卓为义父 然后这宾州的兵马 在吕博的麾下 也统归了董卓 然后他很重用和信任吕博 吕博 武力之最强 最报表 经常让他来做自己的护卫 也可以随便出入他的后庭卧室 这样子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一些晚朝的文武百官 还有那些官外的诸侯呢 十八路诸侯 天下竟无一人是男儿 都拿 董卓没办法 董卓呢 就是反的都废了 这个汉少帝 立了只有九岁的牛邪 说汉宪帝 迁都长安 对吧 说邪天子 一定诸侯 相当于实际的天子一样 没办法 然后像王隐 王司徒这样子的高官呢 白天 对董卓 极尽逢迎之人事 让人可能看得很恶心啊 到了夜晚就长须短叹 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夜晚呢 睡不着觉啊 然后出来 刚好 撞见了 貂蝉 拜月 两亿妇女之间互相吐露心声 那貂蝉自然 宁愿粉身碎国 都要报答亿妇的恩情嘛 所以就是在那个夜晚呢 这两亿妇女 就把整个剧本都写好了 天下 百万雄兵满朝文武干不到的事呢 就是在貂蝉拜月的那个夜晚 就靠他们两个啊 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只不过是执行 整个过程呢 非常香艳动人 三国演义里面 非常详细啊 这里我就一笔带过算了 是吧 反正呢 就是先请吕布来做客 貂蝉陪酒 神魂颠倒 说过几天送给你 对吧 然后呢 第二天又请董卓来喝酒 貂蝉陪酒 又神魂颠倒 但是当天晚上 就让董卓带回府中 那女夫看见了 跑来质问 对吧 然后王司徒就说 第二天早上 你去问你义父就知道了啊 他帮你张罗婚事呢 吕布呢 大喜 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看 结果说是 泰师跟新人折腾了一夜啊 现在还没起床呢 吕布一下心里咯噔吧 过去一看 果然貂蝉这里梳妆 貂蝉看到吕布呢 那就一副 这种奥斯卡影后级的表演吧 一人分尸二角 那就是自己是梁家女儿 被糟蹋了那副表情 所以啊 这个董卓和吕布之间 就发生这样子的线细啊 然后等董卓上朝的时候 跟汉县帝交谈 吕布啊 就趁他正在上班 赶紧溜回去 然后跟貂蝉 在荷花池奉一庭私会 那董卓一看吕布不在啊 心之不妙也匆匆赶回去 就撞见了这对野鸳鸯 搂搂搂搂在一起啊 抓取吕布的方天话题的砸过去 是不是就是 承受三国字里面那一句话的演绎呢 然后这个时候呢 貂蝉自然就要 又扮演一下 董卓的小妖女的吧 那就好像三代王国妖姬一样 扮演这样子的砸舍 心肝宝贝都是吕布啊 这个禽兽 到了吕布那边呢 他又说董卓 这个老禽兽对吧 就这么离间他们两父子 然后董卓就把他带到自己的安乐窝 在长安西边这里修的那个城堡 叫魅雾 到那个地方去 他吕布见不着 心里非常难受 百官送行的时候呢 这个貂蝉坐在远去的车马上 又做出一副肝肠寸断的样子啊 像吕布好像挥手奉献来救我 对吧 他完全把吕布给搞乱了 然后被黄司徒带回家里面去喝闷酒 再告诉他 你跟董卓混没前途 但是杀掉他呢 天下都会认为你是安邦定国的英雄 还可以抱回美人归 吕布就被塑洞了 对吧 最后他们两个反正联合起来 随便找了一个机会 说是天子要散让给李断 把他从魅雾那里叫回来 一回来 王尹安排了一些 就要来杀掉董卓 董卓一点都不怕啊 只要我儿奉仙在对吧 谁敢动 大叫一声非常自信 我儿奉仙何在 那李夫就在身后说 我在这儿了对吧 一己就刺过就刺死了 董卓还在那里问到底什么情况 这样子 非常肥胖 很多膏油 肚脐上点灯 点了三天三夜 整个长安像过年一样 一片欢腾 说到底都是我们十六岁的小妹妹 貂蝉 她的功绩 堪比百万雄兵 接下来我们也知道 因为王尹图代替了董卓的位置 不会安无人心 杀了蔡庸这个大才子 失去了这些士大夫的支持 又不赦免董卓手下的那些部将 结果让他们带兵攻进长安 把王尸图又给杀掉了 吕布带上貂蝉 就逃出长安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讲 貂蝉的第二个原型 因为这个时候貂蝉一直都是跟着吕布的 一直到吕布死之前 三国演义里面都还有貂蝉 吕布死之后 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那么第二个原型是什么呢